很多人聽見便便可能都會嫌棄 但其實分辨不單止暗藏了很多身體上的秘密 更加可以偵測大腸癌等的病情 就讓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教授告訴你 古時人們就靠經驗 看分辨的顏色、大便是否稀難 來決定你有沒有什麼熱病、長度感染 近年我們醫學先進有很多不同新的科技 我們不單止可以知道分辨裡面有什麼細菌 我們還可以透過基因測試 知道分辨裡面細菌整個基因淘寶 從而我們可以知道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病 可以很早地來診斷疾病 可以預測疾病會不會發生 甚至乎透過改變長度細菌 可以令到疾病的醫治都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大便是測試有兩大不好處 第一 如果我們肛門那裏有痴瘡少許痠 都會有一個假陽性出現 第二 我們如果真的有大腸癌 往往要等到後期的大腸癌 才有引血測試 有個陽性反應 早期的大腸癌 或者我們前期的蜥肉 基本上是不會有處出現的 所以靠大便宜測試 我們驗不到早期大腸癌 更加驗不到蜥肉 但透過糞便細菌基因測試 我們可以知道那些惡菌 導致大腸蜥肉以至大腸癌被形成 從而我們可以知道 很早期的大腸癌 甚至乎大腸蜥肉 還會透過改變生活飲食習慣 將患大腸癌的風險大大降低 大腸膠囊內規鏡的好處 最重要是不是一個入侵性的檢測 但最大的問題 我們都要當事人去洗腸 洗得不乾淨 這個膠囊的事情看得不清楚 所以洗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第二 我們控制不到膠囊 在我們大腸裡活動的前後左右的速度 當活動的速度太快 或者有些位置太慢 往往我們有機會有些位置看得不清楚 其實我覺得所有人士 都可以做這個大腸糞便的基因測試 因為第一 它完全不是入侵性 變成那些例如年長的人士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長期閉眼的人士 它擔心照大腸鏡 容易引致很多的併發症 或者太過辛苦 所以做這個大便的細菌基因測試 是對它們最合適的 第二 我們不僅可以告訴你 有沒有早期的大腸癌 或者是大腸的蜥肉 我還可以告訴你 你患大腸癌的風險 透過改變這個風險 我們可以令到你將來患大腸癌 或者大腸蜥肉復發的機會 可以大大降低 其實我們透過十多年的研究 發現有大腸癌和大腸蜥肉的人士 它裏面細菌的組合 跟健康人士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細菌 尤其是我們發覺一系列的細菌 是導致有大腸蜥肉的形成 然後慢慢演變成為大腸癌 所以這一系列的細菌 我們透過這個偵測的方法 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這一分鐘 究竟患大腸蜥肉大腸癌的風險有多高 更加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雖然這個風險高了 但是可以透過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 將你的風險有機會降低 一般來說 一個正常的生活飲食習慣 跟你平時一樣已經可以了 唯一我會建議 當事人在採養之前 例如一至兩個星期 儘量避免不要吃抗生素 因為抗生素有機會影響 我們長度的細菌組合 那個過程其實是非常之簡單的 因為當事人只要採摘一個 很細份量的便便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盒 裡面有一些小瓶 把便便放在裡面 不需要放雪櫃 在室溫放幾天的時間 都不會變壞的 然後你交給你的醫生 或者化驗所 整個過程 一個幾個小時 可以給到答案大家的 大家不要以為 糞便是微不足度 按一按鍵就衝了它去 其實透過檢測我們的糞便 我們可以精準地知道 你有沒有不同的疾病 例如大腸癌 然後透過我們改變 我們長度的微生態 可以令到我們患大腸癌 以至其他疾病的風險 可以大大降低 可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